蚵仔放上炭火 烤到可开流汤汁 屏東东港这间餐厅主打东石产地 直送蚵仔现烤现吃 不过却有民众指控 吃完烤科出状况 2月13号他们20人一起来用餐 隔两天十几个人就陆续上吐下泄和发烧 当中还有孕妇和小朋友 好险产检之后没有大碍 但他们怀疑是先科有问题 那壳上面就是有白色的虫在那边爬 因为我们就想说吃到饱的 那个有虫的我们就都没有吃 就把它挑掉 还有几颗扒开的时候是错的 不过业者也有话说 每天可以处理 处理后 虽然洗后我们就涉及到中心 等年我检查的 我不是蚵仔的问题 蚵仔的问题 我搁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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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 看是什么问题 有民众来电反应 使用后不适的有35人 采集相关环境 离人体检体送宴 评论卫生局继查之后 先针对业者为符合食品良好 卫生规范的部分 勒令停业清宵三天 至于食安是否有问题 后续还要查 无毒优偶 台中也有消费者发文 说到杀戮一间网美牛排餐厅用餐之后 小孩又兔又拉 大人也常为不舒服 而餐厅店长也出面强调隐械 配合调查 为什么食材做检验吗 没有就是饮料而已 因为对方法律师喝我们的饮料 感觉到不舒服 如果说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当然很愿意负责 警察结果发现厨房的出入口不连张屋 以及垃圾桶未加盖 能动库食材未离地方置等缺失 以现场开立限期改善通知书 究竟问题出在哪 相关单位后续还要追查 华市新闻综合报导 哈喽我是雷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